我住這個地方 或者服侍這個地方 就是在布洛倫的南部 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猶太人 又最細族化 不明白 也不清楚節旗 也不會搜節旗的 去到一些很傳統會搜節旗 會只吃一些合乎潔淨條例的食物 這樣的猶太人都有 我是2012年就在紐約這個地方 直到現在 中淑賢 我的名字叫做中淑賢 中文名 我有兩個另外的名字 英文名叫Denise 也有希伯來文的名字叫Devora 意思就是蜜蜂 也是聖經裡面一個人物的名字 就是底波賴 因為在香港每一個合適的神學 課程可以學習猶太人宣教 反而在美國 無論是武特聖經學院 又或者 Biola Talbotson學院 他們都有一個很專門向猶太人傳福音 或者服侍猶太人福音的課程 所以我就輾轉來到美國服侍 而我是渡學石士專門研究的課程 就是在紐約這裡 也很正常 除了在以色列境外 最多猶太人的地方 就是美國紐約 在紐約大區 大概有250萬的猶太人在這裡住 很自然地使用這個背景 讓我留在這裡 和美國的猶太人傳福音 這群猶太人主要是一群從東歐來 而東歐的猶太人通常比較傳統 多一些正統派猶太教 而在俄羅斯來的猶太人 或者在美國住了很久的猶太人 第三代 第四代的猶太人 通常他們就要世俗化一些 在聖經中記載 是因為他們不再遵守神的律例 所以神就令他們被老 然後就趕到以色列地 這是在歷史上說的 而猶太人也知道這個歷史 當他們再回到以色列的時候 以斯拉記和尼希馬記都會說 他們重新再建善 重新再去守這個律法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再不去守律法的時候 神可以再一次趕他們出地 猶太人是越來越藉著他們的語言 藉著他們去堅守他們的律法 甚至是他們一些傳統的慶節食物 去維持猶太人的紛紛 在我身後面這個模型 就是波蘭的弟兄用了一年的時間 手製出來的 而現在這個場景 就是一個猶太人修電節的場景 為什麼我知道是修電節呢 因為看到有兩眼大的金燈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另外如果細緻看 看到有一個小朋友在玩飛陀螺 還有一個婦女在賣田東 也是在冬天的時間發生 就是修電節的情境 剛剛過了五巡節 或者在聖經裡面說七七節 為什麼猶太人的五巡節 特別在今年2024年 跟新約裡面說五巡節 或者教會現在說的五巡節 相差整個月 原來猶太人他們過節 是用猶太人的歷法去計算 而新約的信徒聖經 或者現在的教會 他們過節是根據太陽的力 也就是聖經紀錄 猶太的歷法因為是用月量去計算 每一個月三十天 每隔四年他們的月份 就會慢慢地相距很多 每四年他們要多加一個月 好像中國人的潤月一樣 原來猶太人用猶太的歷法 和我們現在一般的信徒 用我們現在的太陽的歷法去計算的時候 當我們雖然說 耶穌受死復活開始計算 接著五十天 但是大家說的是用不同的日曆去計算 所以就相差了這麼遠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 就是一個猶太人的教會裡面 猶太人的教會和一般的教會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最主要不同 如果你有機會進來的看的時候 你在這裡是不會找到十字架的 因為猶太人對於十字架很敏感 十字架對他們的象徵不是神的恩典 也不是神的拯救 反而是迫白 因為在歷史裡面 很多猶太人被迫白 就是他們殺了耶穌 所以十字架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真是受苦的記號 是他們受苦的記號 以至於在一般猶太人 信主的猶太人的教會裡面 為了可以讓一些未信主的猶太人 都可以安然一點進來 可以認識 敬拜 我們盡量都不會擺持 一些十字架的裝飾在裡面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在後面 身後 就是一個叫做藥櫃 在這個櫃裡面 就有摩西五經 製著一卷 就是用希伯來文寫 手寫的摩西五經在裡面 而藥櫃前面 就刻著十屆 用希伯來文 一般猶太會堂也是這樣的裝設 另外一個很特色猶太人的裝設 就是如果你看到 在左邊那盞燈 就是一盞長明燈 就是不可以關的 那盞燈的銳意就是神的光 神的同在 也是一直在這個地方裡面 所有猶太人是否都明白聖經的說話 又或者所有猶太人都會讀摩西五經 我只可以說 很宗教性的猶太人 是正統猶太教的傳統小朋友 他們從三歲開始 就會去學讀摩西五經 直至到他們完全是成人 他們是不是很熟悉摩西五經 我相信他們會明白一部分 因為都是用希伯來文去讀 有很多美國 就算是正統的猶太人 他們主要是講英文 又明白多少希伯來文 其實都可能是有限的 而且他們除了讀聖經專業 其實有很多拉比的經卷 是主要元素來的 其實真正去讀聖經原文 其實不多 爸爸和教學 媽媽 我會做一些照片 我會做一些照片 真的 我可以給大家 我來自我 我會做一些照片 我叫一些照片 我的名字 during a time when that foundation was a little bit unstable like not sure kind of what to cling to and then the word was a wonderful thing to focus on and of course someone who was a friend but like an acquaintance-ish at the time like kind of just knowing us to also have such a heart and love for my mom a Jewish lady was amazing for me to have a real care and heart for her own faith and true belief and also Jewish people out of like nowhere like this like Chinese girl like why and it was really just amazing to see that it was truly genuine it's like I've never met anyone like that before so I'm here to the first place and I've got to find a Western Wallian to find a Russian message and then I'm on the Wallian right now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trip I was judging by a Russian-ish at the time and I was noticing that in France a strong one of the Christians I was interested to be among one of the Christians from the Christian Christians then here that you are 跟一個猶太人的牧師合作 讓他們用這個地方 每個星期五晚 就有一個猶太人信主的教會 其中有一個華人的弟兄 在裡面做伏事 從這位弟兄 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丈夫的一家 因為他媽媽是一個女士 這位弟兄 他想有一個女性信主的人 又知道如何向猶太人傳福音跟進 他就介紹了他媽媽給我認識 從而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丈夫 其實因為我回應 我知道他很長時間喜歡我 人們都在說話 家庭和其他人 但我一直說 不不不不不 我不知道多少年 我剛才說的 他不可能有多年 一到二 一到二 所以他不是很長時間 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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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 你也想知道 你也想知道 來… 你也想知道 這位不好的 我們需要 afbeard of us and we are learning and I think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elders who give us advice will sometimes be oftentimes會 say marriage is difficult. At times, that happens but we have the Lord in the middle and we are always seeking Him and going to His word which is great. Anytime, good and bad. But knowing each other well before was great is even getting better friends now And she put together and she said, you know, I think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it's like, oh, it's true. I know you. Yeah, and this was many moments other cultures, but you know, together is I had tofu for breakfast this morning. You still have tofu for breakfast? Oh, my. I love it. Three days ago. I'm learning different things. She is also learn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I think we 能夠 làm它變成 我先生和我婆婆都很細族化 他們對猶太人的認識 除了簡單基本上文化的地步之外 也很少 他們眼中的我 Ay者w 為什麼你那麼猶太 你是一個中國人 為什麼會看西伯萊文 你又懂得准他們的經文 你又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過節 過節是什麼 是自從我和我先生拍拖之後 他信主 他們是越來越猶太化的 他們由不去守任何節日 到現在會是慶祝節日 到他媽媽會來會堂去做敬拜 是他六十多年沒有做過的事情 生愛世恩 浸節 晉塔地 我的名字是Adam 我會嘗試唸《John 3.16》 在廣東語上 生愛世恩 浸節 晉塔地 我先生最喜歡吃金沙骨 他很多時候喜歡自己煮食 煮意大利粉 最喜歡放的其中一個材料是放蝦 所以你會知道其實他不是一般的猶太人 是一個很美國化的猶太人 在我身後這間餐廳 就是一間猶太人的餐廳 你會看到一些標誌 當然有他們的文字就看到是猶太人的 在這邊的一句是首安息日 安息日就不會開門 另外一邊是Halaf Israel 他們是有奶類的製品 他們在這裡不會吃到有肉的食物 如果說到猶太人有什麼吃得不吃得 哪些是合乎潔淨的食物 哪些不是 就要回到聖經裡面 原來在李美記 說到原來所有的食物 一定要是分蹄和反磋的動物 潔淨他們才可以吃 而豬就不是了 另外所有海裡的食物 魚可以吃 但一定要有鱗和旗 在海裡才可以吃 所以如果是龍蝦 蝦、貝殼類、鮮貝 我們很喜歡吃的那些 他們一律是不能吃的 因為他們沒有鱗 即是滾、也沒有鱗 就算魚也好 他們不可以吃鰻魚 因為鰻魚是沒有鱗 所以他們會吃鰻魚 所以他們會吃鰻魚 除了在聖經裡面說 一定要合乎分蹄、反磋 另外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怎樣宰殺一隻動物 才合乎潔淨的條例 原來都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其中一個條件是 宰殺的時候 這個動物一定要有毛殘疾 他們通常會用指甲 細細看它的毛色 如果有皮膚病或殘疾 很清楚就會看到 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用 因為不合乎潔淨的條例 而當他載殺的時候 刀也要很膩 如果刀有些崩了一點 他一定要再磨過去才可以殺 其實也是合乎人道的原因 如果刀不利 你殺動物的時候 可能就會增加動物 一些無必要的痛苦 或者殺的時候就會長久一點 在人道的立場 傳統上一把很利的刀 動物要完全沒有殘疾 才可以食用 話說我很喜歡吃漢堡包 漢堡包 你的牛扒 牛肉 一定要中五成熟 六成熟 如果全熟 就不好吃 當然猶太人 原來要合乎潔淨甜蜜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可以吃血 不吃血 即是說 當你吃所有肉的時候 它的血水一定要全部出來 有兩個方法 可以全部出血水 第一 就是用很多鹽去醃 所以很多猶太人的肉類 比較鹹一些 用鹽醃 也會令肉很韌 當我第一次吃猶太人 的漢堡包的時候 人人都告訴我 這間很好吃 發現原來一咬下去 很韌 和彈口 完全熟 也沒有任何血水可以出 我發現原來 的漢堡包是這樣的 有人問我 為什麼猶太人這麼喜歡吃中國菜 其實有一個 我們猶太人裡面 流傳一個笑話 就是 在聖誕節裡面 你在一個中國人的餐館 會找到多些的猶太人 多於會堂會找到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聖誕節的時候 唯一一個民族 有很多餐館 但又不會放聖誕家 就是中國人 他們都要吃東西 到處關門 可以去哪裏呢 就去中國人的餐館 當然有些人都會說 但中國的餐飾 通常都不合乎 一個潔淨條例 中國人有據 馬死落地走 你肚餓 什麼都要吃 很多新移民的時候 他們都是求生存 有餐館 可以吃得到 買到食物 他們都會吃 所以過了一代 兩代之後 猶太人通常 就比較世俗化 已經不再去守 一些猶太人的律例 一般的華人 其實多機會去接觸猶太人 特別是在學校 或者工作的地方 我說的是美國主流的華人 並不是在唐人街裡 第一代移民過來的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 其實在紐約市裡 不同的階級都有 在公立學校 有私立學校 剛才說到 猶太人和中國人 其實有很多 共同的特點 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很著重教育 很多猶太人 都會送小朋友 去一些好的學校讀書 中國人 都會送小朋友 去一些好的學校讀書 通常華人住的區 和猶太人住的區 就會很近 因為校區的問題 而事實上 當你在學校一起畢業 通常工作也好 都是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 都是一些家庭的觀念 工作的觀念 讓很多華人的 年輕的一代 他們在專業的情況裡面 在工作的情況裡面 其實多多能夠接觸猶太人 所以我很鼓勵 去裝備一些教會的弟兄姊妹 特別是華人的弟兄姊妹 無論他們有負擔 沒有負擔 先裝備 全福音都是同一個福音 只不過讓他們多一些 對猶太人 他們為什麼不相信 明白一些的時候 所以當他們全福音 有這樣的背景的時候 都會比較有效一些 我喜歡客家人 也不相信客家人 是說服務客家話 客家人的文化 對於我來說 只在家裡 我們才會用 甚至是 我聽不明白客家話 但是說 真的是 因為上帝愛食時間營 所以装机特意的来处司机轨道 使到一切新的營 不会迷茫 反而踢到永远的生命 一限服饮三张拾力 原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民族 其实有一个外号 叫做中国里面的犹太人 跟犹太人有多少相似的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 这个民族就是客家人 一样东西我是一个宣教士里面得知 我是一个客家人 这个宣教士是特别向客家人传福音 他对我讲到 原来客家人 为什么叫客家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地区去居住 就像上海人有上海 广东人有广东一样 客家人去到哪里都是作客 就像犹太人一样 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地土之后 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是作客 那藉着什么去让这些犹太人 或者客家人 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是一个民族的身份 就透过三大元素 第一大元素就是他们的语言 客家人就一定要讲客家话 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读言 去讲犹太人的语言 第二就是透过他们的宗教性 犹太人就送到犹太人的宗教 中国人我们客家人就一定要先拜祖 第三样东西就是野食 野食也是文化的一种 记住那一把猪肉菜 就知道你们是客家人 犹太人跟传统的野食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有时我们自己不自然分享 我们教会我们就是神的选民 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他们过往都是神的选民 但他们已经不信耶稣 背弃了耶稣 所以我们已经教会取多了犹太人了 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一章去讲的时候 保罗很清晰地跟当时的罗马教会去讲 罗马的教会当然不是犹太人 主要都是外邦人为主 保罗去跟他们讲到 是不是这帮犹太人他不信耶稣 他的半岛就是完全的失脚跌倒呢 那断乎不是 神仍然是对这帮犹太人是有他自己的圣约在里面的 纵然他们是不信实 但神仍然信实 反而保罗继续劝勉这帮犹太人的时候 就是跟他们讲 藉着我们外邦人的信主 希望能够激动一帮犹太人 可以有机会去接受这个福音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得到这个福音 我们就取代了犹太人 乃是神其实他永恒的药 藉着犹太人是希望将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而外邦人得着神的怜悯的时候 又可以将这个怜悯带回犹太人 让犹太人都有机会信主 那又会有人去问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你会去向犹太人传福音 又或者这么爱犹太人 一个大家都会认同的角度 就是当信了主之后 知道神爱世人 每一个民族都是神所爱的 神呼召我们去爱不同的人的时候 就不只是自己的民族 包括所有地方的人 如果只是爱自己的民族 福音就不会再传讲 因为如果犹太人只爱自己的民族 福音就只留给犹太人 另外一件事 因为最近在读《路德记》 我们每个都会记得的经文 就是当他和他的婆婆去说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你生就和你一起生 你死就和你一起死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我很相信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然后经历到无论主耶稣 基督也好 新约很多的作者 全部都是犹太人 那保罗 直接在保罗类书信里面 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去说 他真的愿意受奏作 但是都很想他的弟兄能够得救 因为这些经文 让我深深地知道 神有多爱以色列人 而爱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心 其实是源于 以色列的神 爱犹太人的心 昨晚我有点冲动 不拍了 是因为我和我先生吵架 也让你们知道 宣教士其实都是人 每一代相爱的夫妻 你们有结婚的人 大家会围着很多 细微的事情都会吵架 我自己想 是和人分享 如何爱犹太人 或者爱这个丈夫 我现在的心情 如何分享 婚姻也是很清楚 神要我学习重要功课 如何服侍她 有机会这样分享 对于我来说 很清楚了一次 不是分享我这个人 有什么爱 其实真的很少 一小小就 但是 是神自己的爱 继续去感动这个人 如何再去行前 如何再去 人能屈能身 是被神去屈 成为他想合用的器皿 可以这样 未来 人能屈能身